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X-Rex Explains,我是Yoyo 今天呢,我请到我们的产品经理Coco Hi,大家好 她会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产品上面的一些功能 Coco,我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有看到一个叫做收益型产品 你可以跟我们说这是什么吗? 好啊,那像大家点了这个按钮之后可以发现 收益型产品X-Rex有提供两种 一种叫做X-Rex职压,另外一种叫做DeFi职压 那这两种呢,其实都是让大家可以职压在X-Rex获得相对应的奖励 哦,可以获得奖励 那谁适合去做职压,然后获得奖励啊? 像X-Rex的话,会推荐给两种的用户群 第一种是还没有接触币圈或是刚接触币圈 不想要冒太大的风险 想要有稳定的奖励可以获取的这些用户 比较可能统称小白 对,比较适合这种用户 第二种的话像是可能商人 比如说我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公司会月结30天 那在这个还没有要付款的时候 这一些钱其实我可以先去做职压 让他先有一些奖励产生 等到我要付钱的时候 我再把这笔钱领出来去做这个付款 所以其中这两种用户群 我们都非常的推荐做使用X-Rex职压 哦,这样听起来就是入门款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商人他在他的资金运作上面其实有更多的弹性空间 是的,没错 哦,那你刚才有提到说X-Rex的收益型产品有分两种 一个叫做X-Rex职压 一个叫DeFi职压 那我们先讲X-Rex职压好了 X-Rex职压是什么 好,像X-Rex职压的话就是大家会把钱职压在X-Rex 所以就会由X-Rex平台去产出相对应的奖励 然后返还给用户 那其实有蛮多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的 那为什么X-Rex职压会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它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好,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像很多的平台都有提供不同的职压类型的产品 但是像X-Rex提供的话 第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 比如说我今天1号做直压这个动作 2号我其实就开始计算我的奖励 那后面每一天我都可以领取到相对应的奖励 这个是在其他平台上比较少见到的 所以是每日都可以领到奖励 对,每日都可以领到奖励 那也因应这个每日都可以领到奖励 比如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商人 还有需要汇款或是有机用 你可以申请赎回 你隔天就可以拿到你赎回的金额了 对,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没有锁定 就是一定要放多少 放多久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利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大家可以打开APP 从S-RES职压里面看到的年回报率 那像S-RES职压提供的是一个 每个月都是一个固定的回报率 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是5月1号 我们会公布S-RES的职压年回报率是8% 所以你如果职压从5月1号到5月31号 都是用8%去做计算 6月公告的是8.3% 所以从6月1号到6月30号 不论你何时职压 你的年回报率都是8.3% Coco你刚才有说到 就是我每一天都会得到奖励 那我在平台上面看到的是 每一个月固定的年回报率 那我就很好奇啊 如果我职压的话 那我每一天收到的奖励是怎么算的呢 那我们拿7月的年回报率来做例子 7月S-RES职压提供了5.5%的年回报率 所以像Yoyo如果你做职压 从7月1号开始 就是从5.5%除以365天 就会是你每一天可以拿到的回报率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职压1000USDT 那我每一天会收到的奖励 就是1000USDT乘以5.5% 再除以365 对 那因为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5月收是8% 6月是8.3% 7月收是5.5% 所以它是会每一个月都会有变化的吗 对 S-RES会评估整个市场的行情啊 然后币价的波动 去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去调整每一个月会提供的年回报率 所以在每个月的月初1号的时候 会公告这一个月会计算的年回报率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年回报率 可以做一个计算 嗯 那我们这样子的就是职压 是有分一定要多少钱吗 好 像这一个呢 其实像SS职压 它的最小金额只要10USDT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口袋的一些零钱 都非常适合拿来做SS职压哦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回报率很高 然后又不锁仓 然后也没有限定要太大金额才可以做 然后又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好处 然后风险相对来说也没有到非常高 那现在有看到有些平台 然后就说挪用用户的资产 或者他们去做一些过度的杠杆 导致损及用户的利益 那如果参与X-RES职压 用户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再来就是这样子的奖励 到底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像很多用户有跟悠悠问过一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像以这类的问题呢 X-RES的共同创办人 以及营收长Winston 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那我举几个题 当然我们内部有五个策略 OK 但是我当然不可以公开所有策略 但是我大概举例给大家听 什么叫做脆出来才是真的 折亿价 你们可能理解就是期限套 它不是期限套 在永续合约跟现货这个项目 它的0.0几% 那个不叫做 其实它不叫资金费率 它那个叫做折亿价 当市场就是期待是涨的时候 期货会严重的就是 跟现货的价钱脱钩 那为了要抑制这两个脱钩 OK 那就有一个叫折亿价 那就是每八个小时 我就让你多的 假如说现货比 期货比现货贵 每八个小时 我就让你开多的这些人 OK 要付差价去给空的人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是 你们大家听过搬砖吗 对 有很多 到今天也是啊 你就是台币 USDT跟美金 有没有 互相去搬 OK 就已经有多少的价差 就是potential的利润 会产生出来 那如果今天是对卤币呢 大家看一下 X-Race 卤币的conversion rate 就是汇率 跟你看X-E的 你会看到它 的那个gap是非常明显 那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去挪用 就是用户的资产去做 其他的 其他的事情去做 Winston在影片里面 其实讲的真的非常清楚 那我也蛮好奇 因为X-Race又安全啊 然后相对来说 其实风险都在一定的控款之下 那现在其实只有USDT 可以去做X-Race的质押 未来会有更多的选项吗 这个是一定有的 那像大家也知道 X-Race是一个专业的资安团队出身 所以其实在做这类的产品 要让用户可以做选择的话 都会经过非常谨慎的评估跟挑选 所以现在推出的是 USDT稳定币的质押 但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 由X-Race把关 为用户做一个选择 推出更多不同 匹别的一个质押的产品 那在Coco的介绍之下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X-Race的质押 那另外一个 就是在收益型产品下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叫做DeFi职押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什么是DeFi职押吗 就是X-Race会帮助用户 将用户的资产去职押在其他DeFi的平台上 所以X-Race就有点像是一个门户 或者是入口这样子的概念 对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职押在DeFi 或者是做X-Race职押 最大差异会是什么呢 好 所以就是像大家 如果对DeFi熟悉的话 其实DeFi的职押 它的年回报率 是每一天都会跟着市场做不同的波动的 所以像我们刚刚介绍的 X-Race职押 我们是每一个月都是固定的年回报率 那相较于DeFi职押的话 它每一天都会根据着市场的行情 有不同的年回报率 所以一个是每一天变化 一个是每一个月变化 没错 所以就看用户依据他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他想要的产品 那计算方式还有每一天领取奖励 然后随时都可以解除职押 这些都是一样的规则吗 对其实其余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隔天就可以开始计算奖励 奖励都是每一天发给用户 以及你可以随时的选择 你要职押或者是赎回 那奖励是会到哪里去 是直接到我的钱包吗 还是会在什么地方 像X-Rex职押跟DeFi职押 都是台湾时间的早上8点 奖励都会直接到X-Rex的钱包里面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X-Rex用户 其实可以直接在自己的钱包收到奖励 而且在页面上面直接看自己 每一天收到多少累积了多少 那其实我们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呢 也有介绍到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奖励的话 你可以参加X-Rex俱乐部 或者是创建X-Rex俱乐部 那我们会把相关的影片的连结 附在这一个影片下方的介绍里面 那今天非常谢谢Coco来参加X-Rex Explains 那希望大家对于X-Rex的收益型产品 X-Rex职押还有DeFi职押 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随时在App上面直接联络我们的客服 或者是写邮件到support.x-rex.io 那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下方的连结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